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滴接啊 讲得很肯定吧 所以我已经预告 这礼拜的盘是会压回了 那这礼拜盘有没有压回 让你滴接 你看看礼拜二 大跌了快300点 月线变成支撑 把握这礼拜滴接的一个时机 所以当昨天礼拜三 台股开盘跌了148点 该滴接的按照计划 做滴接的动作 因为已经接近月线了嘛 所以昨天每个等级的会员 有没有多现买现赚 盘式的架构开低走高 我买进的个股 当然也是开低走高啊 我都有拿出会员扣讯 来给你对价哦 那是证据 那是操作 所以今天台股呢 盘中大涨150点啊 追吗 追吗 两天的高低点已经300点了 今天我的动作 该减码的我会减码 该减码的我会减码 今天我没有带会员 随便去乱追股票啊 因为该买的 昨天都已经买好了嘛 是不是 昨天我跟你讲过啦 全体的会员 帮清老师做见证 不管你是参加我普会 特会还尊荣的 昨天 电视上 所秀的任何一通口讯 只要时间价位 是跟你收到的不一样的 清老师退出头裤界 自动下台一鞠躬啊 没有三两三 没办法办到这样的境界啊 这种对时对价 是其他分析师 没办法模仿的 也办不到的一件事情啊 你看一下很多分析师 从来不敢秀抠讯啊 为什么不敢秀抠讯 买了叠下来怎么办 卖了涨上去 又怎么自圆其说 所以很多人不敢秀啊 那如果秀抠讯的呢 他能保证 电视上所秀的每一通抠讯 跟你收到的都一模一样吗 有一样吗 你常常参加的一个分析师 电视上秀的 跟你只这样收到了 为什么买点都不一样 卖点也不一样 为什么 他在矛骗你嘛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所以目前的一个行情跟架构 秀抠讯 很负责任告诉你 昨天打下来 接近月线的位置 买好买满啊 今天 旁用大涨一百多点 我需要胡乱去追高吗 给你的每一项证据啊 都非常的务实啊 全体会员 不管你参加普会特会 还是尊荣的 昨天每一通抠讯 哪一通 跟你收到的是不一样的 保证每一天 每一通都一模一样啊 所以举例一档啊 比如说啊 为什么不敢秀抠讯 比如说今天波洛威啊 冲上去 盘中亮灯啊 如果不用秀抠讯 然后呢 用看图说故事的 直接在那边说 啊 波洛威早盘就买 写个字买 今天买了之后 就亮灯 好厉害 好棒棒 是不是 你会不会相信 我问你 如果真的有在这个 早盘就买 你就秀出你的抠讯啊 让你的会员 来跟你做一个见证啊 这才是一个真正 代会员的一个交心过程嘛 否则 口说无凭 有时候都是虚荒一招嘛 只上富贵嘛 是不是 那有秀抠讯的 常常跟你讲说 啊 为什么 你收到了 跟老师收到不一样 嗯 其他等级会员的 对 因为其他等级会员 比较高级 所以他们要先买 其他等级会员 比较优越 所以他们要先卖 如果两个等级的会员 都买同一档股票 那就同进同出嘛 那就同进同出啊 为什么说 特位的要先买 然后普位的再后买 特位的先卖 普位的再卖 分等级 不然你就是两个等级的一个 会员 叫不一样的股票嘛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道理嘛 所以当你发现到 你们的老师 DM上所秀的抗讯 跟你实际上收到的抗讯 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在造假嘛 那就发假抗讯嘛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昨天 每一通抗讯 不管你参加清晓老师 任何等级的 有没有一模一样 包括我今天解码的股票 我等一下会秀抗讯啊 你今天不管参加我任何等级的 我今天所秀的抗讯 你的卖出的一个时间跟交位 如果跟你收到了 是不一样的 退出投顾界 退出市场 这些是这个人格 品质的保证 什么是代进代出 拿出证据啊 今天的立机 卖啊 卖啊 卖在164啊 如何创造完美的81%的利润 全程的帮你追踪 这家里是真的啊 不然它涨 不管是它跌 我怎么带进的带出的 是不是 整个一个利涯的一个价格 3月20号 落底的买点9 8.4 因为营收大幅度成长138嘛 筹码很干净啊 那涨了32%的一个利涯 我怎么分析的 黑K棒耶 好像要跌下来了 我说月薪会过 我说月薪会过啊 有没有过 讲完之后连续两根红给棒 突破月线 这样48%了 来到4月10号 涨了59%的利涯 我说还没有涨完 肯定吧 肯定吧 还没涨完之后 4月10号亮灯 来到70%了 我说一张我都没有卖啊 因为3月营收 连长一样高达一倍以上嘛 所以整个利涯的一个架构 也有没有持续的往上攻坚 76%耶 我说不需要乱换股票吧 股票要给你的是一个 稳定的波段报酬率 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财富的利涯 不是每天没赢到要死 然后冲来冲去换来换去 今天还要做股票耶 我说过嘛 你这辈子跟庆老师做一档股票 利涯八成就好了 你这一生值回票价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不然你自己做 你对吉他老师做 有办法赚八成吗 你什么时候赚过八成 你应该说 应该赚八%就不错了吧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利涯的完整的一个分析 低档买嘛 来到这边那个棒 感觉要下来 我说月讯会过 告诉你 涨了五成以上的一个利涯 还没找完亮灯涨停板 持续的走高 接下来一个利涯 上礼拜五嘛 开高走低 没卖啊 我说它会开始震荡 上礼拜五 我减码一些个股啊 包括被动元件我减码了嘛 是不是 那被动元件昨天华星科 涨停啊 我告诉你 我有机会吗 没有就是没有嘛 会员在看我节目 你在跟我对时对价啊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永远不会改变啊 所以利涯上礼拜我没有卖啊 它会震荡啊 没有错吧 礼拜是不是震荡 走高涨四块 昨天礼拜三 台湖早盘跌了148点 它不跌啊 往上走高又涨了四块半 今天利涯 很明显的嘛 明显涨不动了啊 所以我要卖 今天利涯我的预期 它是要冲出去的 因为盘昨天回撤 月线附近是一个买点嘛 所以今天台股上涨是合力的 所以我期待利涯今天是要冲的 那它今天没有冲 它今天没有冲啊 涨不动了嘛 164附近卖啊 9.43分啊 经过几分钟 4分钟还在164啊 你对价164一定卖得掉 因为这边都在164 尾盘不过163啊 没什么跌啊 但是表现跟我的期待不一样 该涨不涨 今天81%落袋 落袋 完成的操作流程 几乎没一天把你老高起来 这就是我带给会员真实绩效啊 立即尊隆会员等级的股票 81% 合情合理吧 因为尊隆会员 当然交给公司的一个费费比较高嘛 我当然帮他们创造出最漂亮的绩效出来啊 所以 完美的操作 如何带进如何带出的 清除吧 另外这一档环球金 当时候低档区 收缴止跌 大胆低接 老婆 照一下 当时候你看不看 他破底的 他破底的 本一笔不到十倍的环球金 我买在303 买完之后 3月30号 337平排以下 占度低接啊 你用台股种错吗 因为还会再涨啊 4月6号 涨到353了 还没涨完 4月10号 上去了 稍微回测来到363.5 看涨 所以363附近还是可以买 礼拜二来到389 开高走低嘛 我没卖啊 因为我讲过啦 我不喜欢在台股大跌的时候 随便的卖股票 因为我喜欢在台股上涨 个股走高过程当中 做减码 做停业动作嘛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操板心法 毕竟清老师不是单命作战 我不是单枪逼嘛 那么多会员 靠我指令再进出 什么时候卖比较好卖 礼拜的台股跌了快300点啊 我有告诉你随便卖股票吗 敢不 所以今天台股 盘中大涨100多点啊 环球金 9点44分 375附近卖啊 当中价格在375啊 卖完之后还有更高的位置啊 376等等 尾盘 371啊 小跌一块钱啊 也说今天卖在375 还不错啊 虽然没有赚到最漂亮的那个高点 但是该停利 我就是会停利 所以今天375卖 303到375 这样一买一卖72块钱 10张72万 落贷 清老师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一个分析师 盘式的架构 我分析的够不够精准 你自己是做见证 各股一个操作 如果在本波段 超额利润买点浮现的同时 帮会掌握超额的利润 我尽心尽力 我尽心尽力啊 绩效证明一切 一位分析师 值不值得你 去投告他 他有没有那个实力 让你做依靠 看绩效 没有绩效 讲太多 多是肺炎 这是很务实的一句话 所以呢这档双红 你来看一下 当时候 青年度做了四趟 全身而退 12月27号卖在223 卖完之后 跌了75块钱的一个双红 来到148 不砍低接 什么时候卖 148到175 卖 卖一趟 又做了一趟 短线的价差 172再卖 2月27号 卖完之后呢 股价开始做修正 开始回党 是不是 回党的过程 你所看到是 这两波断的一下杀 秦老师没有让会员受伤 也就是说这波台股 受到疫情影响 我一挡了3000多点 但是很多党的股票 我没有让观众跟会员受伤的 最后秦老师一个人耐 对双红223卖 148买 172卖 打下来3月18号 强势止跌 有机会往上的一个 双红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讲完之后 隔天19号 要会跟着低接 低接的位置就在105 这实验交易跟你对过了 当天双红 跌4块钱 我告诉你很强啊 不是 他不是涨4块钱 他是跌4块钱 我为什么告诉你很强 昨天讲过啊 散热模组 不管是在笔电 桌上型电脑还是手机 一定要用得到 因为不用散热器 电脑容易当机 手机也会不顺嘛 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产品 结构零组件啊 所以产业的基本面 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那股价呢 股价呢 超额利润的买点浮现嘛 18号就跟你讲 强势止跌了 有机会往上了嘛 所以呢隔天 买在105 虽然跌4块钱 我告诉你很强啊 其他分析师 敢分析这样一档股票吗 股票在落呢 不是去呢 大企当然也凶啊 落的 跌4块钱 我告诉你很强啊 讲完之后 买完之后 隔天20号马上大涨8.8% 这礼拜来到161 53%了 礼拜二台股跌了快300点 双红164 56%了 不用急着卖 不用急着卖啊 礼拜二 我根本不想卖股票啊 大盘压回一根黑黑棒 打在那边 你下去卖股票 不见得会卖在一个漂亮位置啊 所以呢 56%的一个双红 不用急着卖 讲完之后 隔天 有没有多了5.1% 是不是 昨天 有没有双红的一个利多 嗯 起来是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 总是会得到市场上的认同度 所以很多的分析师 喜欢跟着后面吹捧嘛 那报上 你会看到很多利多消息啊 所以当有利多消息出来的同时 今天台股又大涨 双红创新高 12点43分的双红 168付金卖 当作43分印下来价格168.5 你再度的对此对价 168保证定成交 很好卖啊 对 盘不好 比如说盘昨天跌嘛 你赶不然进场 早盘那个杀下来148.0 过程跟架构 你有没有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逢低成节 尾盘 大盘翻红 每一档股票都现买现赚 那今天台股呢 早盘大厂154点 我会告诉会员 赶快去追吗 嗯 需要吗 告诉一下 今天该刹车的 该卖的 不啰嗦啊 收盘卖在168 60%落袋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是165.5 也没有跌啊 还涨1块钱啊 但该停利的 我一定会停利 我一定会停利啊 你所看的一件事情是 双龙回党修正的两波段 你看我节目的 你没有随之其物的 你是不会受伤的 那这一波段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呢 嗯 你有沒有赚到60% 你有沒有赚到60% 党党 都是超额利润的一个绩效 我之前就讲过了 这波回党的3000多点 赚三成基本扣打 赚五成是刚刚好 双龙六成 利基八成 没有让会员失望 没有让会员失望嘛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过啦 今天所卖出的这些个股的抗讯 如果有哪一通 是跟会员的时间交易是不一样的 先老师自动下台一举功 我自动退出投顾界 没有第二句话 绩效证明一切 先老师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很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流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开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 酒价连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郁金光的一个破断式的操作 如何创造118块钱的 相信这个低档区的310 高档区的428 终止的观众很清楚啊 不再赘述 那高点428有卖 来到393 差了35块钱嘛 做接回的动作 一样利用台股重做嘛 踩BG模式 30号接回之后 隔天31号 月信又来了 压力吗 压力吗 我说会过 融资在滴水位里集油股嘛 大度成长215%嘛 月信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真的过了耶 你认为的压力它被突破了耶 那过了月信的郁金光 我在4月7号 把党4月4卖 两趟的一个操作 累计的报酬率191块钱 10张191万了 这不是超额利润吗 所以行情 钱老师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我不会夸张我的绩效 我也不会用画大饼方式 来吸引你的目光 那不好 好 盘氏的分析 也为了得到一定的市场上的一个期待值 讲到买有顺不顺 较重要啊 不然每天画大饼来吸引你 很容易被看破手脚啊 所以该卖我们就卖嘛 卖啊 那卖完的一个郁金光呢 很像整理嘛 礼拜打下来剩4 3期 跟你预告 礼拜三下来可以买 送钱给你 对不对 大方的跟你预告 我礼拜三要买郁金光吗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这幸好是一个价值啊 我如果真的要大方的 送分题给你 送钱给你 你就要懂得拿 知道吗 所以 跟你预告 我礼拜三下来要买郁金光吗 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会有没有说到做到 礼拜三下来按照既定的计划 4 3 5做接位动作 昨天 时间加位跟你对过了吗 4 3 5一定买得到 接位啊 盘中4 5 0啊 收盘44啊 现赚9块钱 昨天的郁金光不够涨1块钱啊 你跟我买在平盘以下的4 3 5 你是赚9块钱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吧 股票会去1块钱啊 你对我买是怎么会去9块钱 那种细微的波动 如果你可以掌握很清楚 那个买点物超所值 低风险的一个操作啊 所以整个郁金光的一个架构 今天打到4 3 6 0.5 有没有 回测的还不错啊 我昨天接回的位置4 3 5嘛 那今天呢 你看到没有 打到4 3 6 0.5就跌不下去了 就跌不下去了 翻红之后 尾盘小跌而已啊 也就是说 我昨天买进的那个位置 是一个相对的低档支撑 所以今天来到4 3 6 0.5 他就杀不下去了啊 4月9号 这一天 有一则消息 大陆的武办解封 车厂锻炼危机解除 车气目前开工率高达95% 这一则新闻 我说隐藏着商机 里面有标股 但是你找了半天 里面没有股票 没有两个字 也没有四个代号 找不到 但清老师帮你找到 用心啊 清老师的格局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看报纸做股票 你我都看得及吗 所以这则消息 新闻出来 我的解读是维生啊 4月9号的维生啊 车用电子 受惠于大陆 车气开工率95%嘛 萌资创新低 筹码非常漂亮啊 当时候黑鸡棒 4月9号黑鸡棒 1 2 4可以买 4月13号再给你一次机会 黑的 有没有 黑的再买 再低接在1 2 4.5附近 隔天14号 红的 1 2 9 对 涨了好几块啊 100多块钱的股价嘛 这一根红黑棒代表 4块半嘛 1 2 4.5到 1 2 9不是4块半吗 隔天15号涨更多 直接亮灯 来到141.5 赚涨停板真的要靠实力 真的要靠实力啊 在他还没有亮灯涨停板以前 我会不会先带会员低接 低接 很清楚吧 所以低接完的维生 上来我会不会先卖 礼拜四来到145还有高点 上礼拜我利用台股大涨300多点 146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嘛 昨天杀下来 134按照基地人计划做结尾 差了12块钱呢 这不价差吗 这不价差吗 昨天早盘我都在买股票 新交易都给你对过了嘛 134接尾的维生 盘中曾经一度拉高 翻红来到140 接尾维生表现还不错 来到12 才对节奏 你所享受的是赚不完的利润 但是如果每天追高杀低 才做节奏 你每天就是把你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无辜的消失在这个股票市场 所以未来行情该如何享受 完整的波段行情跟利润 需要卿老师帮你服务的地方 不要客气 跟我们现在注意 做联系跟洽谈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铺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陈鲁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后期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筑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 0800-868-365 0800-868-36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